今天来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开源项目 一个备忘录项目 现在这个项目呢 在Kithub上面有接近12000颗星 然后呢 我是看着它这个速度还是长得非常快的 我已经用了一个多月 我之前用的时候呢 它是9000多 现在快接近12000 它这个增载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所以证明了它就是 还是挺受别人的喜欢的 然后最近等来的它一个比较大的更新 修复了很多的bug 现在感觉呢就是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时机呢 可以来介绍它了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就是完整的介绍一下它 然后分享一下我的使用体验 跟大家说一说它到底好用在哪里 那么先来说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呢 快两个月前嘛 做过一期视频 然后讲一下我有这样的需求 需要把一些文字啊 或者一些链接什么的 放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让我的所有适配都可以访问 注意哦 我不只是要把手机跟电脑连接而已 我是需要手机平板 然后一台苹果电脑 一台Windows电脑 它们都需要能够访问同样的数据嘛 所以之前有些人跟我说 那个苹果那个华为它可以 手机跟电脑互通什么的 我不需要这样的功能 我需要我全部的设备呢 都可以访问到 所以我之前是介绍到 自己呢改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搭建好之后呢 就是一个网页嘛 我可以把这些文字啊什么的 都放在这里 然后我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访问到 那么这期视频呢播放量是很低的 但是我也看到呢很多人还是比较认可的 他们也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对我做这期视频 他们还是有有有些人还是比较感激的 觉得也解决了他们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最大的收获呢 就是做这期视频之后 有一个网友跟我分享了另一个非常好用的应用 就是今天要介绍这个Memos 然后我就看了他的介绍之后就去尝试嘛 尝试之后确实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就用了一个多月了 现在上面是有一百多条的记录了 就是我还是每天都会使用到他的 然后这个应用呢 他要建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他只需要用一条Togger命令 就可以把它运行起来了 我们可以到GitHub 或者说他的ToggerHub的页面 复制一下这条命令 然后把它在我们的中端执行一下 就可以运行起来了 然后运行起来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在浏览器访问这个IP 后面加52030就可以访问到 他搭建好的这个页面了 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就可以登录进来了 可以到设置里更改语言为中文 发一条memo试试看 然后他呢 除时我们输入一些文字之类的 他上传这个图片也是很方便的 比如说这里结一张图 然后只要张贴一下 就可以把图片的张贴到这里 然后点一下提交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他基本的使用了记录文字或者图片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我来到另外一台电脑 在这里我同样登录同一个账号这样 那么在这边呢 那么我点击这样图片就可以把它下载到我的苹果电脑上面对吧 所以我平时现在就是 图片的传输呢 我有时候就靠他了 比如说我电脑上面有一张截图 我想把它传到手机上面 那么我也用这种方式 在这里上传一下 然后在手机上面我点一下下载 就到我手机上面了 如果手机上面有些图片什么的要传到电脑 我也用这种方法 反正就是作为一个中转站嘛 我觉得他用起来是很方便的 只要你的设备有一个浏览器就可以用了 他不用去装一个什么APP什么的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右边这里呢 叫热力图 也就是说你如果有记录的话 当天的就这里就会变成绿色的点亮了嘛 如果你用过Github 或者说你用过豆磅的话 应该就是有见过这样的功能的 如果是FlowMo的用户 反正一看到这个界面就知道了 我之前是没有用过FlowMo的 所以我后来是看到FlowMo的截图 发现就不能说很像 只能说非常 给大家看一下Memos 之前的界面是长怎么样的 他这个日历图呢也是放在左边的 跟FlowMo基本就是一样吧 他后来呢就是通过更新 把它挪到这个右边了 反正我觉得无所谓了 我是不在乎他这些 我个人比较在乎的呢 就是他是一个开云项目 然后这个数据呢是保存在我们本地的 我可以掌握这个数据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我们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在浏览器运行的一个APP嘛 一个备忘录应用 只不过他不用装在我们的手机什么的 他就运行在浏览器而已 但其实呢他不只是可以这样用啊 我这里用另外一个浏览器来看一下 这个浏览器你看我没有登录了 那么现在看到的就是 也是可以访问到 但是没有显示任何的memo 我们如果要修改我们之前的备忘录制 可以双击这个内容 那么他就会再次的进入这个输入框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 更改他的可见范围的 我这里把它改为说人可见 再提交上来 这里会有一个public 然后我们来到这里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这条记录就出来了 这么说吧 他就是可以让我们自己搭建一个微博 或者推特之类的 然后现在我们只有一个用户 我们在试制里面呢 在成员这里可以创建用户的 然后试制这里面呢 是可以打开这个允许用户注册 那么我们只要打开之后呢 其他的用户呢 也可以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网站来注册啊 然后就是增加用户嘛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搭建成为一个平台 让更多的人来使用 比如说搭建给邦里的人用啊 或者以一个小团队什么的搭建起来 呃 共同来使用之类 就是说我这里又注册了一个账号 然后他这个刚创建的账号呢 老是需要我们更改一下语言 这个颜色也是可以变的 有深色跟浅色可以更改 你看这里新用户呢 他没有memo 那么这里就是不会亮的 全部都是灰色的 只要新添加一条内容 这里就呃就会点亮他了 然后这里呢 还可以更改为登录用户可见 这一条呢 就是这个第二个用户创建的 我们回来到第一个用户这里 点一下探索 就可以看到这些公开的内容啊 以及用户可见的内容啊 这个限制可见范 我觉得是做的挺好 如果搭建之后 我们需要多个人使用的话 这个功能是非常棒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只是传这个文字啊 还有图片的 但视频其实也是可以传上去的 这里准备一个视频 然后把它拖进来 那么这个视频就在这里了 然后我们直接 但是这种FLB的格式呢 我发现在这里是点了之后 是不能在线播放的 它只是作为一个文件 存放在这里 如果我们点击的话 其实就是下载了 所以这里呢 我把它转换为这个MP4的格式 然后我们再来传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MP4的格式呢 如果我们放进来 是可以在这里预览的 而且点击之后就可以播放 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 我是练习时长两年 在其他用户这里呢 也是可以显示这个预览的 而且可以在线播放 所以如果你们需要把这个视频的传上去的话 最好就是弄成MP4格式的 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 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个人 它在手机上面呢 就是界面是这样的 只显示中间的部分 然后这里有个搜索 这个热力图也是 呃 藏在这个搜索的下面的 所以要点击一下搜索 才会显示出来 哦 我感觉呢 又啰里巴说的讲了一大堆 然后我感觉 现在这个视频呢 制作的水平呢 也达不到我的预期吧 但是我还是想做这个视频呢 就是把它分享出来吧 然后反正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应用的 之后也会继续的用下去的 然后我之前呢 就是这个应用呢 我一直在手机上面 就是用浏览器来访问它而已 用了很久了 然后前段时间呢 就是发现 哎 它还有一个手机上面的客户端 我们如果直接到这个Memos的那个GitHub项目上面 它会推荐其他的相关的项目嘛 现在不仅有安卓啊 还有这个iOS的客户端 还有那个微信小程序 还有电报的机器人 都是可以自己弄的 反正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很多人呢 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项目是开源的嘛 然后它有开放这个接口什么的 所以其他人就可以根据它这些提供的信息 制作跟它相关的应用嘛 我觉得这点是挺好的 所以我就装了它这个手机上面的APP 我用的是安卓手机嘛 用一个APP的话是会比较方便一些的 比如说我们平时在网页的话 看到一个链接 想要把它记录到这个Memos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长按 然后就是分享到这个Memos里面 它就会记录了 这段时间的使用呢 我就是手机啊 电脑之间的那个图片互传 我真的很多时候呢 就是靠这个应用而已 我觉得也还不错吧 然后我觉得呢 就是我有一些其他的设备 可能用的频率呢不是那么高 然后我觉得用它这个也可以 因为我手机跟电脑就肯定有登录这个账号 对吧 所以就是可以发内容在里面 但是我其他用的比较少的设备呢 我就可以直接访问 然后我把那些想要分享的内容呢 把它设置为公开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使用的比较少的设备呢 它访问之后就可以看到那些内容嘛 所以也是可以解决我一开始说的 要这些信息呢 所有设备都可以访问到这个需求 我同样也是可以解决的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不就我感觉也没有必要讲的非常非常的细 因为对于没有基础的用户来说呢 可能觉得很啰嗦之类的 我觉得暂时就讲这些吧 如果之后我也有研究出一些其他的用法 其他的技巧 心得之类的 我还是选择记录到博客里面吧 这期视频就主要跟大家讲这个Memos 这个是确实挺好用的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凡是开源免费的嘛 你弄一条高可命令 拉下来 然后自己用一下 那么就这样吧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